HELLO,大家好,我是VIO 身處於荃灣的海濱,今天玩什麼呢? 會在這個位置跑過去深井 身處的位置大概是在有線大廈對出的位置 由這裡跑過去深井,加盾附近的位置 接著會穿上山,找一支深井 行山友都覺得挺有名的肥飆 出發前介入好路線,出發的時候當然是因應你的活動 選一個適合你的YASMI保險 現在我就調整這個例成的方向跑 這條海濱不同了很多,多了很多古靈精怪的公仔 親自的郊遊都相當不錯,挺漂亮的 因為其內用我的Discount Code購買行山寶 還可以得到七五次優惠 出發前記得多買一份保障 現日來的天氣是非常之差的 但今天終於好天 可能要跑步陰陰女舒服一點 怎知現在是曬到PK那樣 近期天氣嚴熱 上山之前一定要考慮一下 是否應付到這麼熱的天氣 如果在這麼平溫的路面 都未試過連續三幾個小時 在列陽之下做運動的話 那就應該要考慮一下 在這麼暴曬的天氣 還是不是應該要考慮上山 好,離開麗城段 來到海濱這個位置 停下來拍攝給大家看 這個位置是幾方便看日落的位置 雨望青馬橋 當然再跑入一點點就更加漂亮一點 好,還過一個2060的牌子 進入了這個油金頭 進入了油金頭 好了,跑過丁蘭居 來到這段我很喜歡的路段 這段路段 如果是黃昏跑的時間 可以看到一個很漂亮的日落 在這條橋後面 好,艷零零零 開始進入一些海灘路段 前面有一個叫做近水灣 看到東方東泳會 後面那個就是近水灣 這是一個公眾泳灘 有水可以補給的 東泳會走前一點就是近水灣 這個的灘不用搭船過馬灣 都可以在橋底飆這樣游水 近年的水清了很多 我見有時候有人玩沙灘泊 可以飆水 前面有水機 好像有免費水機 其實一路沿著跑 都很多泳會 有南山 有什麼 有什麼 突然間說不出名 好,過馬路 直去是可以去酒店的位置 我們不過那邊 穿出來這段叫做新丁九段 如果我們不轉上來 下面這段都是青山公路段 舊丁九段 這個位置很清晰 左邊是丁九段 右邊是新丁九段 前面還有一個丁九石 過了巴士站 沒有來,丁九村 通常很多時候我會跑到一間酒店 不知道第什麼酒店 就回到馬灣碼頭 大概是六七公里左右 今天就會直去的 一邊跑又聊天 其實一邊跑又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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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邊聊天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慢跑指標 其實這段青宮段 其他一段青宮段 我大概是第二次拍這段影片 第一次就是在深井水塘 走完之後跑出來 因為我很想介紹這條跑步路線 雖然我經常跑 很多人經常跑 但是也有人來過 都隔了可能是我年幾兩年 今次就反過來跑進去 上一個叫深陣 我不是說了深陣 上一條深井的肥標 這條標有一點點特色 在嘉頓對著對面的山段 附近位置 如果我只是走這條深井的肥標 在嘉頓上去然後下來 很短而已 可能加上一隻肥標 沒有什麼意思 那倒不如串連這條跑步路線 難得今天難圈百分之下 可以看一下一些美好的風景 或者是沒有跑步的朋友 來到灣 都可以感受這條路線 因為很多朋友專門來看海景 我有一天晚上跑步 看到很多人站在那裡 只是逛逛 交遊和看海景 過完酒店 剛剛記得酒店的名字 帝景酒店 開始微微想斜 後面很漂亮的背景 就是丁九橋 前面很漂亮的 就是看著青馬橋 這一段的跑步景色 是沒得輸的 你們都知道 還有還未未想斜 如果要跑得好 有多點斜度 好啊 4.5公里 好 上來斜路的頂端位置 哇 這個攤 忘記叫什麼名字 看中間那堆垃圾 你看到已經不想進去 後面那裡 是一個 不知道什麼機場寮望台 是一些景點來的 不如我們可以過去看看 以我多年跑天宮的經驗 這個攤 就是近機場寮望台 觀景台什麼 下面這個攤 是最骯髒的 所以我還未下去 每次網站都是這樣 正確名稱是 機場核心計劃展覽中心 一個不是機場核心的 核心展覽中心 OK 後面的位置 是很漂亮 看到橋景 過去看看 終於跑游來計 這個也是一個飄水位置 有汽水機 展覽中心是有開的 先把口罩套進去掛掛 裡面只拍就拍 拍就拍 拍就拍 不拍就描述 沒來過這個機場 核心計劃展覽中心的朋友 我覺得值得來走一走 看看 這裡展示了很多 當年被人罵到飛起的 玫瑰園計劃的一些工程 眨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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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再來參觀多次 因為這裡的冷氣真的非常之正 過一個冷河才再跑 是相當之不錯的安排 過完冷河之後 記得去看後面的美麗海景 這個海景的位置 我覺得真的沒得輸 好了 參觀完室內的展館 過完冷河之後 最正是室外這個地方 很高 這個位置絕對是拍拖聖地 未來過就輸虧了 由青馬大橋送到後面的建築物 給大家看看 本身這座建築物都很漂亮 但這裡就不給商業用航拍照 只是沒想到來拍婚紗照 那就不可以了 好 離開這個不在機場核心裡面的展覽館之後 我們由這個青山公路的丁口段 進入深井圈 開始落斜了 現在正在落斜 望見出現的景色 對面的馬灣 然後一直掃進青龍球那邊的方向 好 望見嘉頓 留意了 我們到了終點的這個牌 來計算一下 5.5公里 我們入山的位置在對面馬路 看到這個燒鵝的迴旋處 我們要橫過迴旋處 大概那個附近要入山 好 拜拜 好 穿過嘉頓麵包 竟然在這裡都在跑遊 這個叫深池路 位置在對面 看看如何過往前一點馬路 好 講到這個位置嘉頓的對面 如果我們不守交通規則的話 剛才是可以在這裡走過來的 但當然我是守交通規則 在海運台後面 有一個牌寫著深井東村 入山的位置 深井東村 跟著有個八公神位 在這裡上 你看看 好 幾大水 好 一直沿著這個綠色扶手欄杆上 兩邊都可以 不如直去先 沒有那麼斜 好 來到盡頭 始終還是要轉上去 剛才兩邊都一樣的 不過這邊就沒有那麼多樓梯級 斜路多一點 好 轉上去 上一段樓梯級來到這個東方亭 我經常睜眼看 好像看到光東星一樣 總之這幾個字一臭 是有少少亂的 OK 這裡是什麼呢 深井村 如果我們只是找一支深井肥錶 其實沿著這個直去 這個直去就是深井村的方向 不用三幾百米的距離 就會去到 那麼短的路程 當然我們不夠 我們會橫過這條條條門公路 去找另一支的錶高柱 我們姑且叫它做深井的壽錶 做一個屯門公路360 過完屯門公路之後 看到一堆新的村屋 都是叫做深井東村 可能是新村 好 不要直去 離開這個橋邊 轉右手邊 右手邊一直走 左手邊有個風潮 剛好屁了上面 所以要去廁所 這裡有個位置 下面就是剛剛看著村屋 我們沿著這裡繼續直上 好了 進到山徑的路段 提一提 剛才在山下見到一些看片的朋友 甚至乎上山 也有朋友提過 一個說話 小心山上有野豬 來到這裡還沒見到野豬 不過還是那句 看到的時間保持景覺性 你不要搞它 不要拿食物出來 保持距離 他應該不會主動搞的 來到這個T字路口 右手邊青陽居 可能是私人住宅 我們轉左手邊 沿著這幅鐵絲網邊走 上面還有一些村屋 有狗仔在廢 鐵絲網之後 聽見山間流水 在我們右手邊 有一條山間 沿著一直向前走 前輩的分岔路 我們再轉左 水很熟悉 好 完全要隔離一點 不要再直去 直去是這條隔離的崛頭路 左手邊微微有條山徑仔 屈上去 一直上去的時間 開始開揚了一點 還有看到一些玲瓏性絲帶 上來的位置會看到有複石 微微跨的複石之後 再遠一點 前面上去 那條陳舊絲帶 上去的時間來的回望鏡頭 先 剛剛我們在下面走過 這條路上去的路 是差不多的 小小斜 上去的頂端 這個位置 有一個小樹林 指標在前一點 位置 繼續穿過一些樹 過去 開始微微向下走 大概標高處在我們的右手邊 拍著微微上斜路 有些樹林 有些樹林 看一看 可以看這條丁九橋 標高處的位置 是看到丁九橋和青馬橋的 高一點 地上有些破舊設施 差不多到 開揚的頂端 看到舊標高處 在微微 右手邊 灰蒙蒙啞 不是鼻子 一枝 多一刀下去看看 在這條舊的標高處 179 海拔 看出去 樹那見到的丁九橋 這棵樹遮光了 這個方向望具 就是青馬橋 這個位置 比較多樹遮光了 過完屯門公路之後 大概800多米 來到這裏成功 我們就沿路回頭 環港回屯門公路 那條行人天橋 之後 再左轉去 那支肥錶 右手邊繼續 沿村旁邊走 綠色欄杆上 綠色欄杆上行 十多二十步的斜路 V9320 這條燈柱後面 有條山徑 山徑後腳的墳頭 沿著墳頭的右手邊走 這段有少少物質的山徑 原來看到有絲帶 其實很近馬路邊 路都很清晰的 今天偶爾又是有些蜘蛛網 而已 OK 左右兩邊 左手邊 很多五十六個絲帶 這裏呢 難算難的 但是就 相對計 冷滿一點點 好 有肥錶 看到肥錶就正確的了 看一看 這條路靠左 右手邊 好遠一點 直到右手邊 好遠一點 穿過一堆物質的小樹叢之後 看一看開陽景色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好 讓你看見遠處 那條丁九橋的橋頂 那條雕高柱 肥仔雕 就在我們的1點鐘方向 在這裏 很近海邊的雕高柱 好 那條肥柱 看得出去了 剛剛經過那個 核心的機場展覽館 剛剛看到鄭青馬橋 這位真是無敵的 OK 後面看回嘉頓那個方向 其實為什麼有些山徑 可以不用屈上去東村那邊 好了 和開心的肥錶拍照 打印卡之後 沿路走是最簡單的 但是直到這裏 是有一條隱蔽小徑 看到一條陳圓絲帶 這個位置可以下去的 我們嘗試沿著這邊走 拍條路給大家看 多個考慮 一路落的時間 穿過一些小樹 看到一些陳圓舊絲帶 也有些行山隊 是一走回頭路的 下低一點 看到一條開陽些的山徑 陳圓舊絲帶一條 繼續落 其實開陽的位置 同樣看到青馬橋的景 剛才是陳圓舊絲帶的後面 我們現在轉右邊 有條山徑 當然都是那句穩陣說話 最簡單都是沿路走的 是可以嗎? 浮沙碎石路一段之後 又接到段環宜山徑 繼續向右邊走 一條嘉頓旁邊的方向走 好 到這個環宜山徑 直去就有路 但不是的 剛剛到左邊也好像有路 不是的 剛剛在這個位置 中間有條陳圓舊絲帶 對嗎? 不過那些路你不是說不行的 你硬要爆下去 應該是會爆到的 冷靜一點 方向是對的 OK 但這條漂亮的路 再看清楚一點點 不要硬是有爆 不是有爆 開了一點點驚 拍了一點點落車的鏡頭 之後落的時間 看到有一條結結的扶手欄杆 去到扶手欄杆 就是很老的 幾十米距離 好了 先跟正一下 不是幾十米距離 是十幾米距離 出到這個位置 望鏡頭 出山的位置 出口位置 都是一條陳圓舊絲帶 或者這位出來的 或者可以拍一拍 來到這個位置 剛剛那個高位 向上走向下走 在這裏就繼續向下走 這樣反過來的時間 就不要在這裏下去了 在這個上山位上 好了 見到很開揚的這個青山公路 這個應該是屬於深井段 斜斜的 不要顧著看 落下來的閘口 都有條絲帶 還有適應的某某行山頂 先跨過來 好 沿著這條山邊小小路 這條可以選得上 不是太難 但要找一下路的深井肥錶路線 加多一點難度 去加上高一點位置的手錶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條路線分享 下條片再見 拜拜